欢迎参加波兰语课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波兰语词法里的动词变味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波兰语动词是怎么看人下菜碟的 我们以喝pitch为例 pitch是喝的动词不定是原型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现在是举个例子 我喝咖啡 按照中文的习惯 呀,pitch,carm 但是呢,波兰语动词看人下菜碟 主语我是第一人称单数 那么我语动词喝pitch 它需要变化词尾 改成第一人称单数形式 pion,我喝咖啡 pion,carm 同样的,你喝咖啡 主语你是第二人称单数形式 那么喝pitch需要用第二人称单数形式 pitch 你喝咖啡 pies,carm 他喝咖啡 他是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那么动词喝pitch需要改成第三人称单数形式 pies,pies,carm 同样的道理 当主语是第一人称,第二人称或第三人称复数的时候 动词喝pitch也需要变化词尾,改成相应的形式 所以波兰语动词现在是按照主语是第一二三人称单数复数总共有六种变化 举个例子 哈梅梅梅和我喝咖啡 哈梅梅梅和我,是我们,我们是第一人称复数 所以呢,我们要说哈梅梅,bia,pia,b,carm 所以我们总结一下,波兰语动词首先它有原型不定式 然后它的现在式根据主语第一二三人称单数复数有六种不同的写法 那么它的过去式呢,波兰语动词的过去式变化更加复杂 它不但有人称和数的变化 同时还需要区分阳性,阴性,中性 相对而言,波兰语的将来式就简单很多 波兰语动词的将来式需要借助未动词bitch的将来式构成 首先我们根据主语的人称和数找到对应的bitch的将来式派 然后呢,加上这个未语动词的不定式原型就可以了 或者我们可以加上它的过去式第三人称 我们可以看一下波兰语动词的词尾变化 我们会发现波兰语动词第三人称好像是最基础的 无论是单数还是数数 所以我记单词习惯先记第三人称 然后再按规律突演出第一人称和第二人称 所以波兰语动词有不定式原型 现在式过去式将来式总共22种写法 好了,我们放松一下 一起来看这一盘回香豆,味道不错 孔一集说,回香豆的回有四种写法 那么一个波兰语词有几种写法呢 我们此前已经说过了 波兰语名词有变革 修饰名词的形容词、数词和代词也有丰富的变革 一般有二到三十种不同的写法 今天我们又看到了波兰语动词 有二十二种写法 那波兰语其他的词都是怎么变的呢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其他词基本上没有这种复杂的变化 大家可以放心 大家可以对波兰语词法变化产生适当的苦惧 但也不需要过于的害怕 那么我们用词尾变化特别丰富的波兰语单词来组成一个句子 它会有多少种写法呢 大家排列组合一下 一般我们会有主语 微语动词 一个冰语 如果还有一些细节的 会加上形容词、副词 但是通常一句话就一个正确的说法 所以在学习波兰语的时候 可能因为丰富的词法变化 犯出很多各种稀奇古怪的错误 我们看到一句话 好像不看懂 但是细节呢 好像又完全看不懂 就是这样的 我们需要通过不断的学习 一点一点的来更正 好了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YouTube频道 Henni Ia 一起学习波兰语 谢谢观看 赞助人 圣言会佛神父移民中心 Villabistovsky Centrum Migranta佛神父 网址migrant.pl 法院注册号 Kalas 0-000-318-329 感谢您 把已交个税的1% 捐赠给移民中心 您的支持 帮助我们更有效的运作